正本清完基本法 我們在160條條文之後 仍然有三集 因為基本法有三個附件 我們歡迎張俊勇 李浩然 兩位基本法的國度委員會成員 今天先講附件一 附件一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我會處理附件一個手法 跟其他條文有些不同 平時就算條條文相對長 我都會讀出來 但附件真的太長了 這裡一版之後還要揭去 後面也還有 為免大家很辛苦地聽我讀完才開始討論 不如我們先問兩位專家 一些關鍵的課題 其中一個課題就是 基本法是一份憲制性的文件 我們平時俗稱叫做小憲法 一份憲制性文件 附件和條文應該怎麼分 其實為何不把這裏放在條文上 其實在概念上 或法律設計上是因為甚麼緣故 雖然他是附件 但他亦是整個基本法的組成部分 但為何將他以一個附件的形式擺出來 其實我們看附件一 關於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其實他跟基本法裏面的第45條是相關的 可以這樣說 45條是一個法律的條文 他一些原則和做法 但落到一個所謂operational的層面 一個很操作性的層面的時候 就有附件一去告訴大家 具體是這樣操作 所以應該這樣說 我們看附件一的時候 其實亦都應該同時去評論45條 就會更加完整 其實第45條的重點 亦是附件一的第一點就說了 就是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 選舉委員會根據本法選出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但第45條繼續說 最終達至普選要有一個提名委員會 其實你這句說話已經解釋了 為何要特意有附件一就告訴你 這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 是怎樣去組成 以及他怎樣去選舉行政長官 這個廣泛代表性是怎樣來的 其實由第二點就有說了 第二點就說 選舉委員會委員共800人 由下列各界人士組成 但第二點其實亦都後來改了 因為大家都應該知道 現在選舉委員會 簡稱選委會 選舉委員會是有1200人的 1200人在2010年8月28日 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 第十六次會議通過了 裡面就包括了 將原先四個界別 每個界別200人變成每個界別300人 於是200乘400人變成300乘4000人 但是有一件事都要告訴大家 當通識的 其實選舉委員會除了是選特首之外 其實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選我們一個國家機關旗下的 一個很重要的港區代表 這個由張俊勇講解一下 其實選委會不止選特首 很多人以為選委會只是選特首 原來不是的 除了選特首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責任 就是去選香港的港區人大代表 其實每五年一任 每一屆基本上就是有三數個代表 其實選委會的成員除了是選 我們每五年一任的香港特區強證長官之外 其實就是要負責選三數個人大代表 而且他選不只是那一屆 還會加上陳陳碟 理論上每一屆的委員都有可能是不一樣的 所有的代表都可以全部換掉 其實特首的選舉就是那一千人 但是人大選舉基本上就是上一屆委員 和今屆委員的 如果你沒有重複 你都可以做委員 因為上一屆就包括遲一屆 遲一屆就包括再遲一屆 所以其實若凡做過選委的 其實都有機會可以參選港區人大 換言之合資格參選和投票的遲 就多於1200人 2017年就換屆了 大家都知道 港區人大的遲其實就有1989人 1989人 Thomas這個講解其實就解釋了很多人 如果不熟香港和內地的政制 他們說 五年一任選完特首就沒有工作了 可以放工了 比如2017年3月選了林鄭月娥出來 其實他還拿著選舉委員會的身份 做甚麼呢 有段時間都不用選特首 不是 其實就是年底 2017年年底 還有一個港區人大的選舉 這是Thomas的補充資料 所以不只是做一次事 其實是有其他事做的 其實也有其他責任的 當然我們都要包括有機會要補選特首 如果特首要離任 很不幸 有這件事 然後我們落第二點 就是選舉委員會 究竟由哪些界別的人士組成 剛才我講過四大界別 那四個界別 第一就是工商金融界 第二就是專業界 第三就是勞工社會服務 宗教等界 這個叫宗教等界 因為其實他們就再分了很多 小的界別在裡面 所以其實就不僅只有這三個 另外最後那個就相當長了 雖然我自己平時做節目 就會統稱政界 但其實他在基本法 寫的名字都頗長 立法會議員區域性組織代表 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 其實如果你再細分 他的區域性組織代表 他就分了港九區議會的代表 以及新界區議會的代表 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就五年 剛才Thomas也說了 謝謝你 但我想問一下兩位 其實他們的投票都不是分早投 提名又不是分早題 我記得印象中都是 你儲夠這麼多個提名 你就可以代表參加特首選舉 為何要分四個界別 如果反正提名又是 所謂淋在一起 投票又是淋在一起 為何要分四個界別 阿豪宜 記憶回答你這個問題 就要看這個條文的第三個條文 就是最後一句 他說選舉委員是以個人的身份投票 即是說每一個委員 入到1200人也好 或者當時開始的800人也好 其實他們本身只是代表自己個人 所以他們就不是說 我是集中我們投完哪個團隊 我這個組別就去投一個 然後另一個團隊又投另一個 並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每個人的票都是均等 這個都很重要 因為他以個人身份投票 即是說不是以界別身份投票 如果以界別身份投票 舉例 如果說得誇張一點 那不就只有200人也要投一個人 其實都是等於四票 如果不是以個人身份投票 所以其實他是以個人身份 而不是界別 回到你的問題 就是為何要有這個界別 其實背後也意味著 代表著中國的一套選舉的理念 因為他其實選舉很多種不同的理念 在世界上 有一些就是每人不分界別 每人都有一票 所謂叫做從中 人多的就贏 但是往往也看到一些流動 例如選舉的過程裏面 可能是賣廣告賣得多些 資源資金多些的話 其實可能就會佔優勢 短期影響 特別是臨近選舉的短期影響 但中國那套選舉理念 其實他就想帶出的東西 就是社會其實是一個 不同的人去共同組成 而這個做法其實是所謂均衡參與 就是不同的社會人士 不同的界別 他都有相等的機會 可以有自己的代表進去 就不會說某些界別的資源多些 就只有某些界別的人佔據位置 用之前我們談的一個說法 其實就是一個社會的屬影 其實這套理念就不是中國首創 其實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開始 其實已經有很多的討論 關於選舉制度應該是怎樣去組成 有些地方就走了 就不分界別 就一人一票 有些就會覺得社會是一個共同的組成 所以就應該由不同的細胞 又不同的組織去組成 所以就應該有分界別 最終達至一個軍行參與的局面 就會比較公平一些 李浩然就講了法理的角度 我接著想問問Thomas 因為Thomas就是我們 統稱為多母人 他很多人是沒有的 所以你跟他講軍人參與 可能那個實務性就再強一點 因為你真的穿梭於不同的界別 不同的所謂集團 以至到不同的慈善團體也有 科技團體也有 商界也有 政界也有 你這麼多頂帽子 其實你怎樣看軍人參與的原則 其實如果個個像Thomas那樣 就未必是軍人參與 因為他已經是軍人參與 他本人自己是軍人參與 但其實不是的 譬如你專業界別 可能很多人是很專業的 他接觸的圈子 他認識的東西 他思考的東西都可能很專業 你怎樣看軍人參與的原則 我覺得這個是去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 以及一個政治上穩定的基礎 因為剛才所說的 社會上不只是為少數服從多數 因為如果是少數服從多數 往往都會是 可能是大多數的一定不會是商界 大多數都未必是專業人士 甚至乎 譬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他跟司令報告都說 他可能要特別放一些資源 給一些受惠者 不是那麼多 所謂很細的群體 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司令報告裡面 都有提到 會資助一些電訊商 去鋪光纖 去到一些偏僻的鄉村 鄉村那些 其實有十七萬人 但如果你完全用市場運作 其實電訊商計算不上數 那裏無端端有幾戶 但其實光纖是很貴的 但你說政府去資助電訊商 那又有人可能會吵 人家財紅勢 但你還去資助他 但你政府不去這樣介入 其實真的不可能去照顧那些少數 所以其實尤其是政治的代表性 阿豪已經說得很清楚 在香港當時我們訂這個遊戲規則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是照顧到不同人的代表性 因為如果你純粹要一人一票 距離很多人說要一人一票 那你商界的代表性 其實一定是不會比普遍大眾多 但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是不是會令到很多偏頗會有 舉例政策上會變成 你一定會選多一個 只是代表大眾市民聲音 但代表不到商界聲音的人 那怎樣有一個平衡呢 其實當時有很多的靈述在裏面 很多討論 很多爭拗 還有我覺得去到2017年的今天 當科技發展得那麼快 時事行得那麼快的時候 剛剛張俊勇說的那件事 其實就更值得我們去反省一下 因為過去那套所謂政黨輪替的政治理念 主要來說是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 以及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 兩大黨的制度 其實如果你看過去這十年 美國和英國的時事評論 學者研究 甚至乎普羅大眾 他們都覺得很辛苦 很厭倦 為何他們覺得很痛苦呢 因為世界走得太快 而政黨輪替的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說這段時間 高舉這個黨代表的理念 先走一段時間 然後互相制 然後看看大選來的時候 大家還能否接受到 或者廣東俗語 頂不順便繼續行這一套 不行了 於是大家就投票了 於是一人一票 就嘗試換另外一個高舉 不同政黨如全 甚至很不同的理念 另一個黨 又看看如何 但是為何這麼多的討論 現在說是很大件事 第一 兩大黨 可能很多事情都理不了 嗯 那理不了那些東西 你輪替極呢 都沒有人理的 結果沒有人解決 那問題就好像 牙菌剝變牙咎 牙咎變牙石 那樣的問題就大到不得了了 是不是 因為你原來 一個就只是擦上面爬牙的面 一個就只是擦下面爬牙的面 你擦來擦去都是 但是你 牙裡面的那些縫位 就很多問題解決不了 第二就是 你政黨輪替 要等了四年 有些事情可能 兩個月後 三個月後 已經正在爆 在爆鑊出來 還等你幾年 很多美國人現在覺得 特朗普你做了多久 還未夠一年 原來 他覺得特朗普做了很久很久 好像做了一輩子 這是很重要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政黨論體 亦都很大機會 就是將 可能前朝做的一些政策 是完全一百八十度 反過來 那變了其實很多時候 無論政策是很愉快 其實沒有時間實施 但已經是將很多事情改變 其實最終是否最好的制度 其實最近的一些社會 是有很多討論的 當然你也可以說 政黨輪替是比較集體去處理 這是一個政黨主持 這個政黨主持 這應該理論上 全國是更有效率 推行類型的理念和政策 但你見到現在的互聯網世界 令我們分為了很多小的群體 所以這個政黨輪替的理念 其實在世界各地出現了很多課題 所以回到來說 為什麼我們要說政黨輪替 有它的憂和有它的劣 而反過來 其實個人參與 在今時今日的世界我們又可以再檢討 其實它的好處在哪裏 其實這個軍人參與有很大程度上 聽說中國的一個特色 過去的三四十年的體驗就是 其實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未必一定是不好的 原來從社會發展或者推動效率方面 事實上中國證明過去三十多年來 中國的效率勝於全世界 回到浩然剛才說的理念是軍人參與很重要 因為事實上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如果不是軍行參與 如何照顧很多不同地區的需要 這是很明顯的 在內地的軍行參與模式 包括在人大和政協都有 政協分了不同的界別 包括科技界、學術界 甚至是社會科學界、教育界 以及不同的黨派都有些位置 甚至連婦女都有專門的位置 而在人大是分區域的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知道內地不同的區域的勢力和實力 其實是有差距的 如果純粹是隨便去選 變得很容易有實力的省份 佔的位置可能會過多 所以它也有這樣的分法 而在香港選舉委員會的設計裏面 其實都是在社會內部 看回不同的社會屬影 不同的界別 就有相符的比例去代表 我想這作為附件一條文的 第二個很重要的內容 接下來還有一些很操作層面 包括如何投票 即是一人一票 提名的門檻 其實提名的門檻 政改都講很多 譬如最初附件一寫的 就是不少於100個選舉委員 可以聯合提名行政長官的候選人 剛才我講過 因為後來有政改推動之後 現在是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 要150個人提名 才可以引回比例 百分之一比例 就像Thomas這樣說 我們看到的進程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有些遺憾 其實回歸了20年 我們政改走了半步 在某程度上 就是行政長官的選舉 我們加大了選舉委員會 另外我們下一集會講附件二 附件二就是立法會 我們加了10個席位 5個去了地區席選 5個去了功能界別 原來真的要改變制度 是舉步為間的 如果我們想有普選 其實大家真的要思考一下 剛才我們討論過的課題 還有你明白整個 基本法作為一個憲政政策 背後的理念是什麼 如果你完全不明白 這個理念是有舉例 最簡單 你連關人參與都沒有去思考過 你一直在這裏 量度正黨輪替的 其實很難和現在的基本法接軌 根本不會發生到 我覺得這個節目要做這麼久 和附件也要講這麼久 就是即使這個附件 原來有很多之前 160條的理念滲透進去 包括關人參與 包括關人參與 你也要想想 一人一人的制度上 有什麼好處和不好處 關人參與的好處 其實對於這個地方 以至對於全國的影響是怎樣 以至到我們在全國一盤棋裡 你有沒有參考人大 有沒有參考政協 我們特區作為中國不可分國的一部份 其實都要參考整個國家的理念 剛才兩位嘉賓都說了很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如果將來看完這個系列 再有什麼時候重啟政改 其實真的要想回我剛才所說的事情 否則永遠都不用走路了 對不對 Thomas和浩然 你一定要明白這些理念 才知道自己的政制如何改革 我覺得這是我們這個節目 希望做到的目標 就是希望大家不只是認識基本法 而是你認識基本法之後 你的思考和建議 以至你的行為 都能夠和這個特區接軌